观众朋友您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球鬼九直播周末 接下来我们为您转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 羽毛球的女子团体冠军争夺战 比赛已经开始了 今天的冠军争夺战是由江苏队对阵湖北队 这是双方的第一场对阵 江苏的高坊节对阵湖北的待望 双方在团体赛当中还是按照三场单打 两场双打来进行绝逐 这两支队伍也是上届全运会决赛的两支球队 但是在这届比赛当中双方的人员有了一些变化 有一些老运动员他们已经退役了 比如说江苏的王世贤 湖北的赵云磊 从今天的比赛来看 江苏还有一两位比赛经验相对丰富一些的球员 其他的大多数球员是以年轻队员为主 加油江苏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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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行 走 听说当中还是高仿欠回球出了边线 或是高仿欠回球出了边线 这球还出了底线 上来之后 湖北队的待望 在今天比赛当中 尽管是以年轻队员来冲击对手 但是一上来气势非常胜 开局取得领先 对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好 今天的双方对阵也是 湖北队今天全力要去冲击自己 在全运会上取得的一个突破 争取取得突破 那么今天要想尽快打开局面的话 第一场球戴旺冲击高坊节也是非常重要 两个人相比而言 高坊节是1998年出生的 而且参加了2018年的游国杯 戴旺是一个相对年轻的队员 2001年出生 但是戴旺也获得过19年全国冠军赛的 女子在哪的冠军 球还推得有点平 结果推对关头顶的时候 球出了底线 一上来之后 因为是争夺冠军 而且全运会的团体决赛 肯定大家的心理压力都会比较大 这时候就看谁在一上来 能尽快地把压力抛开 特别是高坊节 确实压力应该是会更重一点 因为今天呢 由于江苏队在前面 就昨天进行的半决赛里边 苦战五场 和平交作为他们的头号主力 肩向单打和双打打了两场比赛 所以今天江苏队 而且又是晚上结束半决赛 今天下午马上进行最后决赛的争夺 江苏队考虑和平交消耗比较大 所以把和平交这场比赛 没有在肩向 而且放在第五场出场 这样如果比赛 江苏队能够使得比赛 进入到第五场的话呢 一个和平交能获得更长时间的休息 再一个就是 如果能够打到第五场 和平交肯定是占有上风的 但就看江苏队能不能把这个比赛 能够在前面的四场球 先争取赢两场 江苏的两位教练 刘勇和李玉 这球出了边线 戴旺这个球判断还是比较果断的 滑板批掉直线之后 高仿杰勾一个对角 这个球应该还是非常接近 不过四线判了界外 而且这球一出来戴旺 在上网的时候就判断他这个球够大 8-4 还是正手底线滑板批掉直线 哇 这揭杀很漂亮 戴旺这个球 揭杀打得非常有质量 湖北队的两位教练 是教练是中国的名将韩经纳 这是湖北羽毛球队的主教练 和方爱贤 打赏 好 戴旺这个防守能力确实还是比较强的 高仿杰的身高比他要占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戴旺在接杀的时候 可以看到特别是反派的接杀 这个基本功还是非常的过硬 但是现在11比4 湖北队的戴旺在第一局领先到了剑仙 在今年4月份的全国冠军赛 也是全运会的资格赛当中 湖北女团获得了冠军 这是他们时隔25年之后 湖北女子团体再次获得全国冠军 韩精娜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说在当时夺冠之后 当上一次25年前他们拿冠军的时候 韩精娜还是队员 这次比赛羽毛球的赛事是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远望谷体育馆来进行的 这个体育馆是能够容纳5600多名观众 5600多个座位 设计也非常的新颖 在设计当中有很多的理念 就是这个设计的符号 是非常符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自身的特点 因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它是以信息与通信工程 还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这些专业为特长的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它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1931年 在江西瑞金的时候 当时叫中央军委无限电学校 后来慢慢地在建国以后 从一个军事院校 因为过去也是非常著名的军事院校 慢慢地转到地方之后 现在也是教育部直属的211工程的院校 在我国的很多著名的军校里头 像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过去被西安人都称作西军店 也是赫赫有名的 放得非常有质量 半场球 但这球杀出了底线 从开局来看 今天代望上了之后 第一场就是全力去冲击高仿杰 因为高仿杰参加了上级全运会 而且也是我们参加了游波杯的选手 对于他来说 高仿杰是个大队员 这场球高仿杰代表江苏队打第一场 他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对方是小将来冲他 比他年轻 这场球是高仿杰迎球的压力 要比代望更大 而且看五场球的对阵也是这样 高仿杰一旦在前面 高仿杰跟这个比赛 一旦要是让代望冲击成功的话 很可能江苏队今天这个排阵 就打不到和平交出场 在剑仙回来之后 他并且还很快调整了自己场上的 对于他来说主要是心理包袱 因为团体赛打第一场的压力是很大的 而且他又是作为老队员 大家都是作为他的江苏队的团队里头 肯定都期望他在第一场 能够赢下来 但是代望的心理包袱 比高仿杰应该要小一些 更好调整自己的心态 北球高仿杰在底线判断很准确 双方比分追近 高仿杰现在追到了9比11 而且这场球上来之后呢 就现在的我们女子单打的这些运动员 在场上的速度都非常快 两个人不仅是这个平高球和下压都非常主动 而且在形成中半场争夺的时候 也是平手挡特别多 这都是非常男子化的技术 尽管也都是拉开突击 但是在这个拉开的过程当中呢 他们是一种快速拉开 我觉得代望这一段呢 他在上来之后 他的打法特点还是很明显 他是一个防守反击型的打法 就相对于高仿杰来说 高仿杰的进攻性更强一点 但是代望在防守的时候 他两边的截杀 前面我们看到的基本攻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在球路上可以多结合一些对角线的变化 因为高仿杰的身材比较高 如果都是挡直线回直线的话 高仿杰就容易发挥他的优势 那高仿杰逐渐把底分给追上来 江苏羽毛球队在选材上面 他们的女单选手还一直都是身材比较高大 心长的队员比较多 除了王世贤是一个小个队员 另外他们以前也有一些小个一点的队员 没有进江苏省队去了其他的省队 或者其他的专业队 但是江苏自己留下来的 选进省青年队和省队的女子弹打一米人 包括一些女双 身高还都是挺有优势的 都在一米七五甚至更高 要求质量太高了 这个球出边线一点 成方打成了12平 然后这是个擦网球 这是个运气球 调底线 但是网带给挡了一下 高仿杰也非常拼 全运会的团体赛争夺冠军这样的场次 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 哪怕是国家队的主力选手 这样的比赛也是他们 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场球 其实这个球高仿杰知道对方弹网之后 这球就是自己能够接到 也没有什么机会了 你能回过去也是容易被对方打死 但这种球就完全一种下意识的愉悦 出去倒地 也要去救这球 下来有追身 要求质量太高 反手搓球 这球没有过去 这两排杀球 不过带旺都是杀对方追身球 早晨高仿杰第一排都没有接起来 加油 高仿杰 加油 而且刚才在往前勾对角的时候 也没有完全纯钩一个对角 而是回了一个中路 利用中路球 戴旺非常敢打 但是有些球还是自己要求质量太高 14比15高仿杰落后一分 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 高仿杰调整的还是很快 这个时候高仿杰调整的还是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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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冒险了 但是其实这个球从曼洞勒回放来看 戴旺放网的质量一般 可是高仿杰的回放没放好 呼吸道质量一般 这周围里面有潟勒回放 里面有潟勒回放 准备过完整整地的 口感 烦洞 适合 这期时候松振才通知 连质量的路线 刚起来 而且他执行教练的 这种布置也特别坚决 就等一会儿我们看一下 双方五场球的对阵 戴旺这场球对湖北队来说呢 就是全力去冲击高放节 能冲得动 能赢下来是最好 赢不下来也没有关系 他在场上打的也是 从他的球上就能看上的 指导思想 只是在后半局 在戴旺杰追上来的情况下 有些球要求质量太高了 造成了自己太多失误 十六平 戴旺杰这个球 也是能有全力杀 点杀软压一块 对方追踪 其实戴旺两边的接杀特别好 尤其是对手的重杀的时候 这种有时候你变一下 所以刚放节 点一下他的中路追身 而且没有发力 对戴旺接杀的时候 造成了一定干扰 这球推得不错 绝对手的重杀 停车来换一个球 平球当中 还是高仿连能够先变 通过人打换网 或者团队上底线 不跟对方 一直按这个节奏来抽网 给一些过头球 或者是改变一下放网 在平球当中 它变化了 是变在带旺的前头 18平 高仿杰改变一下节奏 整理一下这羽毛球 捋捋这个羽毛 然后再还给对手 其实也是一个节奏改变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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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戴旺的失误 还是主要自己要求质量太高 还是显得有点慌张 就是他在这个冲对手的过程当中 有些回球节奏有点太快 刚才这个球不仅 他不可能打死对手 而且对方给他的球 也不是很有威胁 这都应该是一种过渡球 头顶篮掉直线 看看第一局的结果 19平 这要是放在乒乓球比赛里头 就是戴旺可以说 几乎每一排球都在博杀 要不我打死你 要不我失误 给人感觉是后半局 他的失误态还是偏多的 在这种球里头 有点得不偿失 但是看结果 现在打到19平 往前挑起来 防守 小宝杰在往前抢住之后 还很果断的正手 捅杀直线 还是利用自己身高必长 后场杀球更有威胁的优势 用关键分也很果断 这些杀的还比较长 造成戴旺在接杀挡网的时候 增加难度 20比19 20比19 准备 准备 抓对方的放网 高宝杰上网非常快 一步登上去之后 在正手往前推扑对方 准备 这放网 这放的也是太高了 推扑一个追身 出来机会球 高宝杰还是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 反败为胜第一局 21比19 先拿下了第一局 这两个是 你只是玩得好 然后可以 那种 它是没法 那么就能够了 你辛苦吗 现在打我开心 现在请 抛着你 就跟你一下 呀 看来 你能够 这边 是很有 你能够 那种 那种 它跑 那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一个是这个比赛的重要性 他又在团体赛里头争夺冠军的团体决赛打第一场球 然后在对方第一场第一局上来之后冲得很凶的情况下 开局又落后 高坊间没有太慌乱 自己心里调试还是非常快 只用了半局左右的时间就适应了 然后在后边把比分逐渐追上来 而且后边其实戴旺发挥的也不错 仍然冲得很凶 16平 17平 18平 19平 最后高坊间能够拿下这个第一局 手机稳住了正脚 戴旺呢 其实第一局打的应该算很出色 因为今天的这五场球 戴旺这场球肯定是去冲高坊间 但是就是在冲的过程当中 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节奏 还有一些球路上 现在是他在全力玩命冲对手 但是自己冲的自己也有点乱 因为冲击对手的目的是 为了让对手乱 自己不能乱 几个往前手上出手的 冲准小冲坐 但是戴旺还很有特点 但是他手上的控球 基本功挺扎实 这也是在第一局 能够跟对方打得难解难分 基本技术还是非常过关的 虽然只是刚刚二十岁的一位球员 看emos music B award ろ4 猪猪猪猪猪猪猪散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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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 抢.? 毕胜 毕胜 这应该是机会就被打丢了 就往前绝对的得分机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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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胜 抵胜 加油 护胜 抵胜 加油 护胜 抵胜 加油 护胜 抵胜 来 护胜 很注意抓对方的推球 护胜 护胜在往前推直线这一下被戴旺抓住 这边抓了对手一个习惯球路 加油 抵胜 抵胜 五 二 一 四 哎 铁球放的 哇 铁球双方 互相送来送去 其实戴旺这个放网 第一拍戳得很赚 但是第二拍放网可能有点犹豫 究竟是放还是挑 所以放出去这球质量很差 不过高坊间流血打了 打丢了两个往前的绝对得分机会 这边高坊间失误有点多 刚才两分得分球 都是在羽毛球里头 往前这种铺球 都是绝对得分机会 打丢了之后有一些伤士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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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第二局上高坊间 现在四比六 通过这段 其实对方得的六分至少有四分 都是高坊间自己失误 因为其中还有两个球 是属于两分的失误 那种都是他该得分的球 结果失误给对方一分 底线判断有点犹豫 今天双方这五场球的对阵的第一场 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女子单打这场 第二场是江苏的汤金华夏玉亭 对湖北队的杜月和李英辉 第三场是江苏的惠希蕊 对阵湖北队的王芷怡 然后第四场是江苏的冯子夏郭雨昕 对湖北队的李问妹和郑雨 然后第五场是江苏的何明娇 对湖北队的阮心月 从这几场球来看 湖北队因为在今年也是全球冠军赛的冠军 他们的双打实力非常强 两场双打来说 湖北队可能会占一些上风 然后湖北的一单其实是王芷怡 王芷怡今天排在第二场 第三场出场就是第二场单打出场 对阵惠希蕊 有可能也是上风球 但是江苏手上的就是何明娇这一分 应该算是很铁的一分 只是何明娇今天由于前面打比赛打得比较多 一直奸向单双 昨天又结束很晚 所以今天考虑到应该考虑到他的体能状态 身体状态 没有带人家继续奸向 同时中国队国家队的主力队员在全议会比赛结束之后 马上还要去打这个苏利曼杯和汤姆斯杯游波杯 所以这个今天把何明娇排在第五场 其实也是对何明娇身体状态的一种保护 一个是少打一场球不用奸向 再一个就排在第五场 哪怕打到他这一场也是到傍晚了 这样他休息调整的时间也长一点 加油 加油 好球是勾对角漂亮 动作非常小 戴旺那个技术特点 其实在这么多年的女单选手里头 最近这些年其实不太多见 他的这种比较传统的技术特点 一个是步伐快 再一个就是手上的动作小 技术比较精 比较练得比较精 扎实 都是靠出手 靠手上的技术 其实他的身高条件 肯定是不如那些个子非常高的运动员 这可能也跟湖北羽毛球 湖南羽毛球这些几个南方的队伍 他们一直以来的传统有一定的关系 看能非常准 高凤杰和球还是出了底线 重度 小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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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球 炒球抓对方推球 抽散了一台对角线 非常突然 披了一个对角 高坊杰也推完了之后 马上准备直线 无论你是点杀下来 还是拦下来 还是说回一个平高球 都是按照这个球路 都是一般习惯性的 都是一个直线 高坊杰也马上去准备直线 没想到戴旺这个球 披了一个对角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戴旺的接纱 他站位比较靠后 高坊杰可能在比赛当中 因为这么重要的比赛 可能还没有 完全注意到 如果他在下压的时候 结合一些批掉两个往前的话 可能会对戴旺的防守压力 更大一些 而不是完全靠中杀 或者点杀 那个 vamos 百岐 我们前 людям 我们前quila 先驿 博 bitcoin avoided 林习 小宋 — 郁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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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宋 — 郁先生 小宋 — 郁先生 宋 cowork — 郁先生 站在我 加油 宋 haven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大家看到的是全运会的羽毛球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 江苏队对阵湖北队 这是继上届全运会决赛之后 这两支队伍再次在全运会女子团体决赛里边争夺冠军 大家现在看到双方的第一场球 江苏的高坊杰对湖北的带旺 打到第二局 大家看到机会 但是还是下手有些要求太高 要求质量太高 结果点杀下网 网络 加油 网络 加油 冲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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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球其实都得稍微盲目 到了后半局 戴旺的输入占的比例又开始多了 12平 指导思想没问题 就是戴旺的拼着打的这种指导思想 每分球我都要打出最高的质量 但是还是在节奏和火候控制上 还有有些球 是不是每分球 每拍球都是照着你死我活去回球 还是要考虑一下这个比例关系 这球急了 高坊杰这球也没杀过来 戴旺认为对方的回球是个扑球的机会 但是没想到上去一看 这球扑不了 对方放的质量挺高 高坊杰这球他没法扑 只能是应急把球再给挑高挑起来 但挑的是一个绝对的半场球 以为这球是肯定没了 结果高坊杰自己杀下网 这球回位有点慢 高坊杰是反手半场拦了一个对角 高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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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ob 大菊杰 高坊杰 高均滚 高均滚凝滚 高均滚 牛猪腹 到房间很耐心 中间下压也是配合两拍软压 把对方拉开 到待望的正手底线之后 抓住了对方一个正手对角线 平高球没有回到位的一个机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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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在反拍回对方底线之后 应该马上准备防守 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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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抓了一个推球的机会 加油 高坊洁这个球也是一样 中路 推调完了之后 准备对方的杀球准备得跟上一分待望一样 这个球回被动了之后 马上就要准备对方杀下来的球 在场上 在场上每一拍之间的连贯要很快 这个连贯不仅仅是在进攻上 再一个就是在攻防转换的过程当中 在对方把你限制住 你回球没有限制好对方 对方是有很好进攻机会的时候 这时候要马上衔接接下来的防守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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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打成十六平 加油 加油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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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发球直接挑出了底线一个失误 这个球四线是一届内 准备 是4战中 4战5战中 四千还是是一届内 财犯也维持了判罚 其实这些天的比赛 从前面的团体赛 决赛圈比赛开始之后 因为团体赛 其实今年的全球资格赛的时候 可以看到我们 这些年我国的羽毛球专业队 还是在增加的 今年资格赛一共有21支队伍来参加 你像男子方面 河南队也派出了专业队 这比以前整个的参赛规模 在相比前些年是有扩大的 也符合羽毛球呢 是现在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 健身运动之一的一个特点 高坊杰18比17领先 而且这些天的比赛 其实除了大家通过体育频道 赛事频道等等电视端的这个 电视屏幕上的转播之外 因为电视转播呢 毕竟有它的版面限制 其实很多球迷也通过 央视频和央视体育客户蹲 能够看到所有场次的转播 每一场球 你就像今天上午先进行的 争夺第三名的比赛 还有前面5到8的比赛 以及前面的小组赛 和过两天开始的单向比赛 都是这样 其实是在央视频这样的 央视频和央视体育客户蹲 大家几乎可以看到 全部羽毛球全英会的赛事 来看看这一局 又跟第一局一样 两个人一直打到18平 杀追身上网 这个球刚放节在第二局 他有一些开局和后边 有一些隔分的机会球的失误 看看最后结果会怎么样 会不会整个影响 这一局的胜负 当然这也是戴旺 在全力冲击他 在第二局产生的这样一种效果 让高放节有的时候 出现得分机会的时候 特别想抓住 就不自觉地 有时候要求质量一高 自己反而失误 啥啥网 挑起来 重新形成多拍 好球 这球过度的比较到位 太亮了 加了头顶的突击的机会 这反而在场上呢 是高放节在连续利用对角线的线路 在调动带旺 其实第一局 我们就是戴旺的直线回球太多了 其实应该是 面对个子比他高的选手 如果对方比我身材高大的话 要多利用 就个矮的那边多利用对角线 但反而在场上是高放节的球路 变化更多 直线对角线的变化更多一点 但是戴旺有一个中路球的结合 先发球直接推波 且发球的质量不高 其实这也是全运会团体决赛这样的比赛 双方在今天的比赛 其实有很多技术环节 还是值得总结的 当然这都可以理解 因为这种比赛压力太大了 对于双方来说 所以技术上有的时候会打一些折扣 像发接发 还有一些控球上面 底线边线的出界 两个人都比较多 高放节还是在这一局 自己的主动失误 主动下压的时候的失误 起码送给对方得有五分左右 导致在这一局是高放节失利 待望21比19 搬回了一局 下方的救急 所以从小的请 ra 起码 双方略 另外还是用大事 确实立法 是一样的 确实力 或者是一样 基本上 是一样 只要是一个 也是一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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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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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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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